昨天老板说给我缝裤子 结果给我缝成了开档裤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就拍两张照片 什么玩意儿啊 还拍两张照片 不是你就不能装作没看见吗 你往旁边抖抖不行吗 你今天还是把睡衣穿上再睡吧 我不穿这玩意儿 我房间都没空调 不穿我都热 你必须穿 否则罚款 罚款我也不穿 你还是穿上吧 你知道这睡衣多少钱吗 睡衣有多少钱呢 八千多呢 我睡大小 那下班 我去 你干嘛 召集妈欢干嘛去啊 朋友给我接了相亲对象 晚上我一起吃个饭 喝点啤啤 下班了 你们就走 活都干嘛了 再说了 不差这十分八分了吧 晚上通知全公司全体加班 谁都不许走 喂 我一个新人 我加什么班 新人刚得加班了 来 我今天好好给你补补课 拜拜 老板老板 老板 你自习吧 我真有事 先走了啊 你要是敢走 我把你那工作都给你扣过 哎呀 你吓谁呢 嗯 我告诉你吧 三千工资我都预制完了 谁给你预制的 我同意的嘛 财务啊 嗯 你 拜拜 呃 老板 哎 你怎么回来了 你是不是想明白了 还是我的你好 不是老板 那个我行的你车借我用一下的 你用我车干嘛呀 你是不是用我车泡面子起来 啊 不行吗 不行 你想我便行 啊 行 知道了 那没啥事我先出去了啊 嗯 哎老板 你车要人是不是在公司前排呢 是啊 咋了啊 啊 没事 车一发 你给我回来 咋了啊 咋了啊